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100克的這個冰 加熱、加4740卡的熱量的時候 發現它有60克的那個冰被融化 那我們現在來算它的融化熱 它融化熱的話 你這個加這麼多熱量 有這麼多冰融化 所以它每一刻我們叫做H 融化好了 就是那個冰的融化熱 等於多少呢 用英文字母 Milt 就是融化 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4740 除以60 所以它融化一顆冰的話 需要多少熱量呢 6742 6914 需要79卡 每公克的冰需要79卡 才能給它融化 好,那現在他說 如果想要使玉石 剩餘的冰全部融化的話 而且溫度上升到20度C 還要需要多少熱量 我們假設 它全部需要的熱量 就是包括這個 等一下我們再把它扣掉 全部需要的熱量有多少呢 首先它融化 首先它融化的是79 你要從什麼呢 從0度C的冰 開始給它加熱 它現在有100克 100克的話 我給它乘以多少呢 一克呢 一克呢 需要加79卡的熱 才能變成水 那這樣的話 就全部變成水 然後你再給它呢 加熱 加到什麼呢 20度C 20度C M S 那乘以呢 德塔T 升到溫度20 這個是全部所要加的熱量 然後你再把它扣掉什麼呢 扣掉剛剛已經加了 剛剛加的熱量是多少呢 4740 那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你就是第二次需要加的熱量 那這個的話 這個是等於9900 9900 那扣掉多少呢 4740 這是6 1 那這多少呢 這是5吧 9.45 5160卡 需要再加這麼多的熱量 需要再加這麼多的熱量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B 到時候 瘋狂方面 我們看一看 我們注意